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7月2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的風暴最新情況 首先天文台說4點至8點期間 應該會8號風球改掛3號風球 令邊商感激各大緊守崗位的人員 處理各區的突化情況和塔樹等 和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另邊商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淺巴雜港至少37宗塔樹報告 和植物公園塔大樹擊中的士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這架颱風淺巴正吹襲香港 多區有塔樹報告 截至下午1點 政府1823的熱線 當然收到37宗塔樹報告 在中區阿賓利道 動植物公園下 就有大樹塔下 樹枝擊中一格途徑的士 的士車頂燈箱損毀 意外當中的士司機並無受傷 現場來回線封閉 消防員到場居住協助清理 天文台昨日發出的8號東南烈蜂或暴風信號 仍然生效 天文台下午2點表示 會考慮在今天下午4點至夜晚8點期間 改發3號強風信號 至目前為止 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區 一共開放25個臨時庇護中心 一共有87人入住 衷心多謝各大人員 包括消防員等 處理各區的突發事情 另邊商今次被一個罕見 就是有民安隊出動 說是封了這個杏花村的海旁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就是淺巴風球 說民安隊封鎖杏花村海旁的入口 市民說真的站不穩 報導的流氓提到 今早7月2日在杏花村大風大雨 海面經常湧起白頭浪 更加不時有大浪湧上岸 不過仍然有不少住在附近的市民到岸邊追風 有市民指昨晚風聲吵吵 就說都不是很睡覺 也有市民指岸邊的風力間中很大 站不穩 另外今早有當席的民安隊隊員 在現場封閉最接近海邊的樓梯入口 禁止市民靠近 並勸與市民切密走近岸邊 今早8點多 在杏花村的雨勢不大 不過海面有大浪 更加不時有浪花湧上岸 去到約摩10點 現時下起大雨 天色轉成昏暗 能見到也十分低 另外有當席的民安隊隊員 在現場封閉最接近海邊的樓梯入口 並勸與站在海旁的市民 是要上去較高安全的位置 不過大風大浪也無了市民到場追風 據聞林先生和兒子今早出外買早餐 順便到岸邊感受風浪 林小朋友笑言風很舒服 每次打風都會下來 並認為今次的風力也十分大 林先生說昨天3號風球期間 幸花村的海旁已經有大風浪 不過直現比起之前的風 這個也不算是甚麼 和山竹相差很遠 住在柴灣的江仙山子 每次打風都會到幸花村海旁觀浪 他認為淺巴的風力強勁 海面不時出現白頭浪 就說風力間中很大 站到站不穩 他又表示追風多年 今次是首次見到任文安隊 到場封閉入口 這個安排的確比較少見 這麼多年以來沒聽過 民安隊成員會出動封閉 幸花村最大風大浪的海旁 辛苦相關隊員 也再次呼籲各位市民 盡量小心 若然要觀浪也好 麻煩在一個安全的位置 若然因為觀浪 或者看追風的情況之下 出了意外 就真的非常不值得 不過說起 對上一個風應該是山竹 真的很厲害 當時記得那個 幸花村的停車場 應該都是水浸過頂 當然這個情況 每一年颱風指標 就是去到幸花村 看看那個海旁 那個浪有多高有多大 當然那裡 即住在那裡的居民 應該必有感受 這麼多年以來 一打風 打得應一應 其實幸花村的居民 都非常頭痛 另邊廂說說另一則的網絡熱話 跟這個買魚是有關的 根據HK01的報道 死得慘 金魚街買了100條小魚 疑似患病 一天半就死了 店舖是拒絕賠償 就說你養魚肺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超過100條魚 一下子死了 真是十分之肉赤 有位港男在討論區發帖文 表示日前他在通賽街 即是金魚街 一間水族店買了100條新登魚 花費了340元 店舖還多送幾條給他 當時他觀察到送幾條 有點奇怪 就說好像掉色爛爛地 但因為是附陣的關係 就無所謂 第二天早上他發現 家裡的魚肝裡的魚 竟然死了超過一半 上網查資料才發現 是幻想寄生蟲病 而原本自養的魚都受到感染 到晚上已經死了超過100條魚 他回到店舖問名原因 阿姐強調他的魚一定沒有病 是我養魚肺 不要想叫他賠錢 不買就過煮 令到他非常氣憤 那個港南在香港討論區 而金魚街買了100條新登魚 一天半死了 為提法帖文表示 兩個月前他開始釀魚 自養蝦、噴火燈、新登等等 起初死了4至5條 後來上網看教學片 學會了自養過後 這陣子的肝穩定了很多 而因為魚肝只有幾十條魚 看上去非常疏落 所以打算買多些魚回家 他日前去到金魚街 一間水族店 買了超過100條新登 他覺得那個阿姐挺好人 買380元魚 都便宜了40元過我 又提醒他 記得用棉花塞著水泵 防止有小魚吸進去 還說因為撈多了幾條上來 所以送多幾條魚過他 就說這幾條沒那麼漂亮 送給你 而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隨時回舖訊問 雖然他當時已經發覺 附陣那幾條魚 好似粒粒粒粒的 但就沒有太在意 回到家後 他對好水溫 就把100條新買的魚放入魚缸 第二早上 他發現竟然死了超過一半 上網查資料過後 才發現是患上這個匹女蟲病 說他即時撈走了死了的魚 並將未死的但出現病症的魚隔離 不過到晚上再看看魚缸 就發現原有的魚都被感染 總共已經死了超過一百條 於是他回到那間水族店問名原因 並將相關的照片給阿姐看看 就說誰知道他說不看 還斥責是我養魚肺 他便大呼 我真是火刀來 玩了幾個粵魚都好像被人騙了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有類似的經驗分享 我真是很慘 不少網友留言就指出 樓主都有責任 買新魚回家應該要先隔離 就說380元交完學費 學會對水和檢疫才再買魚 買魚要先預設一間魚和水都有問題 亦有網友說買回來目測魚是否正常 有病的就隔離 正常的是要用殺蟲藥幫它殺菌 隔離幾天後觀察魚的狀況 才放在煮缸上養 礦仔沒有太多養過魚 不知各位網友會否是養魚高手 這位網民說買了超過100條魚回家養 結果死了一半 甚至其口感染原本養的魚 不知這個情況會否是如他所推測 水族店給了病魚過 結果一傳十十傳八 整個魚缸的魚都中了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狂仔的路友機 拍攝短片的時間仍然掛八號風球 很有機會在沒多久過後便會變成三號風球 不過天文台已經預告定 明天的風力非常厲害 高地甚至有機會出烈風 各位路友機多加注意 尤其若要做戶外活動 最好這幾天就不要搞定 無謂行山行岸邊等地方 儘量避免一些意外發生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的影片繼續聊天 OK 我們下節的影片